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科为汉字独有的艺术形式 是将书法与雕刻结合 制作印章的技艺 位于新北市三峡区 有一名师傅坚持纯手工制作 他是武器县 凭着自己勤练书法及看古书 增加刻字的功力 并亲手磨制印章刀具 保留百年传统韵味 很多人都说汉印尼已经亡义了 说简单就是已经失传了 我在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说 怎么样把古代的印章的功法 技法把它找回来 其实我基本的我是练卫碑 然后当然我也要练钻底字 钻底字用毛笔链 跟真的手工钻科 其实是不一样的境界 现今印章转为追求包装的商品 但武器县仍秉持传统钻科的理念 将制作出来的印章视为艺术品 我们的字体是有生命力的 那电脑科硬常常额误错误很多 设计软体的人通常他不是很了解这个钻底字 为了要变成一个产品而已 那我们手工科硬它已经变成是一个文物了 一个信物了 所以说我们要保存保留这个东西 才能够达到这个文化的真实面 钻科长达百年历史 即使现在已有机器取代人力 不过武器县仍坚持用手拿刀 刻出一个个有温度的印章 新北市汐止区的北山里 连续七年获得低碳永续社区的认证 除了李明全力投入资源回收和废物再利用 北山里的志工队无私的投入奉献 也是社区永续环保成功的关键 一侧是翠绿的青山 一侧是繁忙的中山高 这里是位于双北交界处的 新北市汐止区北山里 今年78岁的杨铁熊 已经投身社区志工行列12年了 走在路上时常有居民亲切地和他打招呼 从电子工厂退休后 他将生活重心 全放在北山里志工队长的工作上 这个荣获行政院认证的第三社区 废弃轮胎拿来种花草 随处可见的雨水铺满 以及高速公路旁的绿花步道 让李明多了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 这个绿意盎然的社区 到处都是里长和李明们 用心守护环境的痕迹 每个星期六的资源回收日 都是北山里的重要活动 志工们清扫完街道 就会到活动中心 整理居民们的回收物 民众收集的物品 可以根据重量来换成点数 点数累积到月底 就可以用来兑换垃圾袋 或是洗碗筋等生活必需品 来秤 大家看的点数 看多少 点数不一样 日常用品 大家都用得到 所以在里面方面 大家也买有很好的宝贝 所以大家都很有用 北山里已经连续七年 得到政府认证的 雨探有趣社区 每一次获奖都是北山里的居民 对家园付出心力的高度肯定 希望有更多的社区邻里 一起加入地炭社区的行列 让台湾处处都对地球环境 更加友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